2009年4月初 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附近 生物学家观察到一个诡异的现象 当地的蚕蜀突然大量外移 高达96%的工蚕蜀逃离了原本的繁殖区 专家们百思不解 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没想到几天之后 一场大地震突袭了这个城市 造成了上千人伤亡的惨剧 或许人类无法像动物一样 侦测到地震前环境的细微变化 但我们能不能透过先进仪器 预测地震降低灾害呢 科学家搜集地震发生前 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 进行了多种地震前兆研究 以电离层浓度变化来说 距离地表80到600公里左右的电离层 在地震来临前 离子浓度会异常增高 由福威五号卫星搭载的电离层探测仪 太空魔方 就曾在2017年伊拉克大地震的前一个礼拜 发现当地电离层浓度增加了50% 另外地壳变形程度 也是预估地震规模的方法之一 在台湾有超过上百个GPS测站 利用这些坐标资料 便可以得知一段时间内测站的位移量 借此来推断地底断层的滑动情形 一旦发现累积的应变量越来越高 就能预估未来引起地震时的规模大小 其他像是地下水寒冬量 地震再线周期等等 都是科学家正在努力的方向 那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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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下一次地震到底在哪啊 有多大 我要搬家嗎 等等 這些方法目前還無法提供實用的預報 像是電離層變化的範圍太廣 我們無法得知明確的發生地點 而地殼變形量僅能預估地震規模 不是發生時間 地震前兆的相關研究 目前大多是適合回推 距離事前預測 我們還有好幾里路要走啊 啊啊啊啊啊啊 沒救了沒救了沒救了啦 欸 預測很難 不過預警的技術倒是有新方向喔 過去地震發生後 我們要偵測到批波才會發布警報 來為破壞力更強的S波做準備 但最近發現 由於地震是大規模的地層運動 重力場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會發生微弱的變化 當這樣的訊息以光速抵達各個側站後 就能在批波來臨前 幫民眾爭取更多逃生時間 不過目前只有發生 瑞士規模8.5以上的大震時 才能觀察到這樣的現象 技術實用性還要加強啊 既然預測跟預警都那麼難 為什麼網路上的地震達人 可以不停地預報啊 喔 這有什麼困難 台灣光是2018年 就有超過1000次的有感地震 也就是說地震平均每天會發生2.76次 如果你說未來5天內 台灣會發生地震 哼 正面重率衝破天際啊 所以啊 只有有心 人人都可以成為地震大師呢 欸 大師 你都用什麼 都用意氣預測地震了呢 放肆 研究心血者 能輕易公開呢 喔 大師喜怒 大師喜怒